那么今天呢,我们要来谈谈如何在家里设置佛堂。 很多学佛的朋友都希望能够在家里设置一个清静庄严的佛堂, 好方便日常生活修行。 那么一个学佛的人,在家中设立佛堂要住一些什么呢?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 师佛堂啊,也要看一看我们家里的环境的空间的条件有没有够不够? 不是一成不变的,佛教徒没有啊,特别重视一定的模式,一定的形式。 有一些教派,或者是有一些人啊,有一些师傅啊, 他们是有制定的、规定的佛堂,必须要具备什么东西,什么东西,什么东西。 必须要摆了什么东西,什么样子,怎么摆发,方向怎么样子, 还要怎么开光啊,这些。 但是真正的呀,从一个正义性的佛教徒来看, 我们的佛堂要不要,佛堂要不要,不是问题。 如果我们家里边呢,空间是够的,而且呢,还能够有一间房子,是独立的, 是供佛像,拜佛,诵经,打坐的地方,那很好啊,我们有一个佛堂,那相当好。 现在我把它解释一下,说明一下啊,如果你家里边呢,没有空间,那你要不要拜佛楼,要不要供佛楼? 如果你家里边,除了一个床铺,一张桌子,就是没有空间了,你要不要拜佛楼? 要不要供佛楼?也是一样的要啊,我曾经就是这个样子的,如果只有小小的空间呢, 我们的佛像啊,不要老是打开它,或者供在那里,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盒子装起来, 要拜的时候呢,放在桌子上拜一拜,甚至于只有一张椅子,放在椅子上,我对了这个佛像拜一拜, 拜完以后,再把它关起来,然后呢,装在口袋里也可以,装在书包里也可以,装在我们的皮包里也可以, 你装在什么地方都可以,小小的一个佛像,也很好,是不是要供香啊,要少拉住了,要供花了,供什么,不需要,什么也不需要, 如果没有佛像,可以不可以呢,也可以啊,没有佛像,你写个字,写个菩萨, 那么观世音菩萨写个字,写了几个字,或者那么阿弥陀佛写这么一句符号, 或者是仅仅写一个佛字,你放在桌子上,也可以,如果这个什么也没有都可以吗, 是可以啊,什么也没有,你心里想着,我现在拜的是佛,我在拜佛, 有的时候呢,你可以有一定的方向拜,不一定啊,面前啊,有个佛座子啊,有公安啊,有什么东西,不需要, 你对着一个方向拜,比如说,我拜阿弥陀佛,我在西方,向西方拜, 我拜佛佛,我想东方拜,或者是你想这个法古山城哪个方向,你是拜法古山, 是相同的啊,你心中有佛像在哪里,心中有佛在哪里,那不一定要行事的, 如果你有一卷经,或者是一本经,金刚经,弥陀经,或者是一个科颂本, 你也可以放在那地方,对着那个经来办,那也是一样的啊, 这个是啊,最低限度的你的生活的范围, 佛座是带着心中,随时随地带着跑的,这是一种, 另外呢,你家里边如果有了空间的话,有一间房子, 那最好是有一间房子是最好的, 那这个房子的面向,最好是比较透阳光的,亮的, 而且呢,比较感觉上是一个安定的,感觉上是一个正位, 你直接觉得坐在那地方比较安全,比较舒服的, 像这样的一个位置,不是后边呢,是透空的, 那这个可以供佛像,如果佛像的后边透空的不好, 就像你在后边透空的,你也不安全了, 所以是佛像后边应该是不透空, 这个是最好,然后供了佛像以后呢, 供什么佛像? 祖先跟佛像不要并排供, 还有呢,神像土地供官供不要并排供, 应该呢,放在左边,放在右边, 这边上去,而佛像呢,是在中间, 那还有呢,有人供啊, 菩萨像佛像一起供,那是哪个在前,哪个在后呢? 那就要看了,看这个佛像大小, 菩萨像,如果是大的话, 菩萨像在后边,这个佛像在前边, 如果菩萨像小的呢, 佛像大的呢, 佛的像在后边, 菩萨像在前边, 如果说有三尊像, 一中间一尊这个佛像, 两边有菩萨像,没有关系, 但是最好佛像,菩萨像啊, 并排放的时候啊, 你放在两尊,一尊是释迦牟尼佛, 矮矮的一点点, 一尊是在观世音菩萨, 大大的这么大, 这把它并排的不行的,不好, 这是前后摆, 看起来光严, 还有呢,这个佛潭上面呢, 你有水果, 有香花, 是非常好, 如果没有, 每天呢,换一换一杯清水, 那也很好, 如果烧香, 不要烧太多, 现在的家庭里面烧香, 烧一只香, 就可以了, 你每天呢, 烧两只香, 三只香, 就可以了, 不要烧得满, 我都是烟, 那, 供的东西呢, 越简单, 越干净, 越清洁, 越新鲜, 越好, 不是拿来给人家看的, 而是表示你的心意, 诚意来供的, 我想, 这个供福像的, 这个供福团的情形, 大家知道了, 如果你的房间没有, 这是一个客厅, 客厅里面供的福像, 也可以的, 供的福像这个凳的位置, 但是呢, 最好, 你的供的福像的前面的客厅里面, 你不要是又喝酒, 又打麻将, 又在那边吃肉, 这总是不好啊, 如果供的福像了, 最好, 你家里面能够舒适, 最好不要做那些, 对不起, 福菩萨的事, 那么今天呢, 我们要来谈一谈, 什么是皈依, 有一次一个朋友问我, 报上灯载, 某某隐形, 皈依了佛门, 他是出家了吗, 的确, 有很多人呢, 对皈依三宝, 皈依佛门不太了解, 以为皈依呢, 就是出家, 那至于什么是皈依, 什么样的人才能皈依, 皈依以后, 会使人失去自由吗,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, 来为我们开始, 我们佛教徒程度太低了, 还有我们佛教里边的人才太少了, 我们对于佛法的正确的宣导, 做的功夫不够多, 不够普及, 所以误解佛教的人特别多,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佛教呢, 让所有的人不要误解它, 那就要培养人才, 所以我自己要受高等教育啊, 我也要希望我的弟子们, 以及我们所有的佛教徒们呢, 能够知识程度要提高, 教育水准要提高, 这样子的时候才不会啊, 仔细误解佛教让人家来误解佛教, 事实上, 社会上一般的人误解佛教, 不能够啊, 归咎于那些物教佛教的人, 是应该要说我们子籍啊, 太不像话, 没有把正确的佛教的观念啊, 让更多的人了解, 我们程度太低, 所以知识分子也不知道什么一回事, 佛教是什么一回事, 所以我们现在呢, 渐渐的这个皈依的意思啊, 可能呢有一点让人家知道了, 但是也不一定, 这个媒体, 新闻记者正如问题里所问的, 看到就是费真凌啊, 就出家了, 就叫皈依了, 看到某某隐姓呢, 就是到了庙里边去拜了哪个师傅了, 叫做皈依了, 就把这个弄不清楚, 其实呢, 皈依的意思啊, 是对于佛教的佛法生三宝的认同, 接收和依靠, 认同以后呢, 我们就能接收它, 接收了它就用三宝来作为我们呢, 人生的依规指标, 用佛法的观念来指导我们, 用佛教的修行方法来帮助我们, 走出一条光明, 而正大的这个虔诚的菩萨道来, 这个叫做皈依, 那在家人是不是皈依啊, 是啊, 现在在我们农产市啊, 这要举行皈依是至少有几百个人以上啊, 一起来皈依, 有时候是千把人来皈依, 那么这些人都没有出家啊, 都是在家居士啊, 皈依以后又回家了, 照样的有家庭, 有儿女一起的照常, 说不同的, 他们自己本身呢, 在宗教信仰上, 已经呢, 有了一个目标, 有了一个中心, 而自己在人生的未来的方向上, 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呀, 方针, 不会再偏差, 也可能会偏差, 如果不来认识, 进一步的来修持, 用佛法来帮助他自己的生活的方针, 和生活的呀, 态度, 做人的呀, 这个一种啊, 一种方式, 那就等于没有用皈依, 这是挂名的, 所以我在皈依典礼的时候, 常常说, 你们不要做挂名的, 皈依地责, 你们要真正的要做啊, 要修学佛法, 拥护佛法, 弘扬佛法的人, 这个才是真正的叫做皈依, 那修学佛法, 拥护佛法, 弘扬佛法, 在家居士有点多啊, 不过呢, 出家人, 他是专业的, 他是啊, 最有做修行, 护持弘扬佛法的工作, 他家居士呢, 另外自己还有自己的事业, 为了自己的生活, 为了自己的家庭, 为了自己的, 这个事件的事业, 他不能够用全世界来做的, 但是每天, 都可以抽一点时间来做啊, 所以皈依的, 人呢, 并不是一定要出家, 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, 佛的弟子啊, 有生俗啊, 男女, 有四大类, 称为四重, 生重里边呢, 有男的叫做比丘, 女的出家人, 叫做什么呢, 叫比丘尼, 那么在家居士, 也有两种, 女男的叫做幽破舍, 女的叫做幽破仪, 这都是啊, 皈依之后, 出家人, 是要受比丘比丘尼戒, 在家居士, 要受五戒, 三规五戒, 而三规的这个基础呢, 不管是出家在家呢, 都是啊, 要接收的, 所以皈依本身呢, 就等于是什么呢, 等于自己, 认定, 承认, 自己是副教徒, 而且呢, 自己发愿, 愿意, 自己做副教徒, 而且呢, 皈依的医生呢, 就是有一位啊, 师父, 来证明, 你皈依了, 三宝的, 具备了, 这个副教徒的身份, 这个叫做啊, 皈依, 所以呢, 不要把皈依, 看得那么的啊, 那么的, 这个, 迷糊啊, 认为皈依就是出家, 认为出家就是皈依, 没有错, 皈依以后可以出家, 出家的人, 是一定是皈依了的, 但是呢, 皈依三宝的人, 不一定出家, 而且副教徒之中的, 绝对的多数, 是在家举实, 如果副教只是, 给出家人用, 而在家人用不到, 那这个副教啊, 就不必存在的, 副教就是要, 使得普及化, 使得我们人间呢, 每一个人都能用到它, 帮助所有的人呢, 在人格上的成长, 在观念上的修正, 在自己的呀, 方向上的呀, 掌握, 这是啊, 三宝的作用, 所以呢, 皈依三宝, 是人人, 应该接受的事, 不仅仅是出家, 才叫做皈依。 节目, 那每年的暑假呢, 都有很多的年轻人, 离开了学校, 正式的投生在就业市场中, 当然了, 社会要比学校来的复杂的多,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, 很多年轻人会变得不知所措, 无所适从, 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, 应该站在哪个位子, 而彷徨失落。 那么年轻人究竟应该怎么样帮助自己, 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呢?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。 今天这个问题呢, 我希望都是年轻的人听, 可是在这个时段, 可能青年人呢, 不容易听到, 那多半是家庭主妇, 或者是妈妈, 或者是姐姐, 或者是亲戚, 我想如果听了以后呢, 可以转告那些青年人, 也是刚刚毕业以后, 进入社会就业的那些, 青年朋友。 我是还是站在法师的立场, 谈这个问题啊, 也就是人进入社会的时候啊, 等于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样的, 我们刚刚出生, 这个世界完全是陌生的, 我们进入学校, 刚刚入学, 学校里的环境也是陌生的, 进入初中, 进入大学, 那都是一样,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, 都是个陌生的一个环境啊, 开始, 那我们年轻的人呢, 学校毕业了, 不管是高中毕业, 或者是国中毕业, 或者是呢, 大众毕业了, 毕业后总是要就医啊, 这是正常的, 人也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人生的警戒, 也可以讲这是真正的成熟了, 成长了, 真正要担负起一个人的责任来, 但是学校的环境跟社会的环境啊, 完全不一样, 人和事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一样, 所以呢, 进入社会之后, 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啊, 可能会有一些, 又累恐慌或者是失落感, 这也是正常的, 就好像我们要出远门一样, 没有到过的地方, 到了一个远的地方啊, 会有这样子, 或者是刚刚出远门, 那个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, 也有一点呢, 不大放心, 也有一点不大了解的, 像这种情形也是正常, 可是呢, 不必担心, 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, 一步一步的往外走的, 现在我想啊, 要提供的建议呢, 就是年轻的人, 刚刚进入社会呢, 不要理想太高, 理想太高可能就是个梦想, 那我们呢, 第一个, 我们要看看社会啊, 是不是我们说希望付出的, 那就是社会所需要的, 第二个呢, 我们能够付出什么, 社会要的是什么, 如果说我们的理想太高, 就是在学校里边, 说想的, 说学的, 就希望到社会上马上就用到, 或者是呢, 希望到社会上就遇到了, 我们想象之中的, 那么好的同事, 那么好的老板, 那么好的工作岗位, 这个可能呢, 会失望, 因为这个是一个另外的环境, 我们学校里所学的, 可能就是你, 说这个, 现在进入社会啊, 工作的时候说要用的, 但是呢, 可能根本用不上, 另外呢, 我们子弟本身呢, 所学的, 而且所希望奉献的, 不一定呢, 就是社会所需要的, 因此, 进入社会, 那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啊, 学校里所学的, 而在学生时代所想的, 但是呢, 要放下来, 一定, 首先呢, 就是要一个心理准备, 进入一个心理时代, 心理一个时段, 人生的一个心理过程呢, 学校里只是个基础而已, 那么, 如果说是一个大的公司, 或者是一个大的, 一个机构, 打开一个心理人进来呢, 可能就会给你们呢, 做一段时间的, 员工的训练, 我在前一个星期呢, 也到了一个司法官训练班呢, 做了一场演讲, 那么这个司法官训练班, 都是在大学里边呢, 法律学比一, 而且呢, 已经呢, 是高考几个, 就是啊, 已经就是司法官的职格, 能够可以当司法官了, 可是还要经过啊, 一段呢, 专业的训练, 本来学的是专业, 还要经过一段专业的训练, 那么我也知道, 几个大的公司啊, 新的员工进来, 一定会有个新的训练, 那就是说这个设计的工作训练, 那么这个呢, 就是我们呢, 人就是活到老, 说到老, 那就是啊, 一个新的面临的开始, 自己的理想不要太高, 现实就是现实, 然后呢, 我们自己能够付出多少的, 我们自己啊, 在学习的能力, 我们的体力, 以及呢, 我们的这个智力, 能够啊, 付出多少, 能够学习多少, 那我们尽量地学习, 不要呢, 要求自己太高, 但是呢, 希望自己尽力而为, 这样子的话, 是最趋势机的, 因为我们呢, 我常常做一个比喻, 我说, 我们如果假如开个面包店, 可是, 你仅仅是给人家面包吃啊, 有的人要吃饭啊, 有的人要吃面条啊, 有的人要吃另外的东西啊, 你仅仅是给人家面包吃, 可能不行啊, 所以, 我们呢, 进入一个新的工作岗位, 或者是一个性质质的开始啊, 我们能够做什么, 就是做什么, 能够学到什么, 就是学到什么, 至于未来, 所以这个, 四年, 二十年以后怎么样, 那再说, 我们现在先有一个质义, 先有一个, 这个子弟能够啊, 生存的, 生活的, 能够有奉献的一个劣作点, 有了这个劣作点之后, 你再渐渐地往前啊, 开展, 那现在的工作, 不一定就是说, 两年以后, 三年以后, 三年以后, 你就是这个工作, 也可能呢, 一辈子就是这个工作, 一个做下去, 但是呢, 你不必考虑这些问题, 首先考虑的, 不要想到是不是修飞之用, 或者修医之用, 而是现在有工作, 就是很好, 那么如果这个工作, 做得很愉快, 那也很好, 做得不愉快呢, 你也要练习到, 如何适应这个环境, 这是非常重要的, 使得我们能够很健康, 很愉快。 我会说,